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们的孩子打死了 不想让人家来讨债的话 他不生孩子不让讨债鬼出来的话 他必须要把他灭掉 要念想房子 好的 还有时候我就是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 就是我在从身上一直拔 一直拔那个蚯蚓出来 拔了很多一把一把的 后来就感觉就是全部身上就拔干净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哟 那你就是在 那就说明你现在周围啊 有一些气场很不好 所以你不停的在削 削 削 削掉最后削好了 就结束了呀 对 周围气场是不好 都是那种吸人的 也都学 本来嘛就是 本来嘛就是你身边有很多的麻烦呀 被你自己清扫干净了呀 这种很正常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哈 没有什么问题 感恩师傅 好的 谢谢师傅 好 再见 好 谢谢 感恩师傅 好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喂 师傅 你好 你好 师傅 你好 你好 听到吗 听到讲吗 哈喽 师傅 听到吗 听到讲吗 好的 对不起 请师傅帮忙问几个问题 请问师傅 强迫症一般上是由灵性 还是自身的执着所造成的 执着过头了就会着磨 久了就会变成强迫症吗 是的 你两个问题自己都回答了 第一 有灵性 第二 执着过分 自己变得强迫症 然后鬼就上升 很多人是先忧郁 正常的忧郁 然后时间长了 磨就上升了 好了 因为有一位同修 他因为太执着过头 久了就形成强迫症 非常的痛苦 请师傅开示一下 因为执着而造成的强迫症 宵愿 念经 许愿放生 强迫症的人心理病很重 只要是执着 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是对的 这就是强迫症 他认为很多强迫症的特别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总觉得自己一件事情没做好 他逼着自己再去做 想做得更完善 还有自己执着这件事情 我一定能成功 也会有强迫症 强迫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比方说你门关了 明明关好了 你再怀疑 我刚刚是不是关门了 再回去再再看一看 这就叫强迫症 初期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如果一般像这样 同修在不看图层的情况下 最好许愿一波多少张小房子 全部许愿四百张 四百张 好的 一般上他们是念什么经文 对他们会比较能够 心经 大悲咒 心经 我说心经 你说大悲咒 对不起 你耳朵不太好是吧 是不是耳朵不太好 对我耳机弄不大 所以听得比较小声 心经是钥匙 听得懂不了 哦明白 心经里边有没有 为什么心灵法没心灵法 没是关心菩萨经啊 心经里边有没有心啊 心灵法没有没有心啊 心经就是我们开心灵法门的钥匙啊 这样不懂啊 所以你的心经什么事情都解决得了 都想得通的 是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给同修的开始 因为他上次很严重 他一发作气啊 就不停的洗手 所以 对啊 强迫自己洗手 强迫自己睡觉 以为自己什么事情做错了 不停的强迫自己去做 这就叫强迫症 听不懂啊 嗯 然后他 他越是克制 的时候 他就越失控 反而会反常的更厉害 对啊 所以他就很痛苦 还有啦 啊 像这种疾癖 洁癖 他都是有强迫症的啊 强迫自己觉得 又很脏了 又感觉人家都很脏了 哎呦 感觉这个啦 他就是有洁癖 哎好啦 我跟你说的 洁癖就是强迫症啊 所以很多女人都有洁癖的 他自己拿手抓 什么东西吃的时候不脏的 人家给他拿过来 他马上嫌人家脏得不得了 嗯 当然 他吃饭也是不能跟人家一起 哎 看见了啦 嗯 我告诉你 洁癖的人 洁癖的人实际上就是 我们说 叫微诚 被微诚啊 就是这种 社会的分子结构啊 微诚啊 就是说人家看不见的东西 他心中有了 他感觉他看见了 啊 这种就会得强迫症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的 感恩师父给同修的开示 还有师父呃 再问一下 哦 就是呃 有一位同修 他是 啊 他刚修的 新同修 他现在终身需要洗剩 嗯 然后每次洗完剩 都会很虚弱 精神很差 请问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呢 已经结果了 就很难改善了 最好在没洗剩之前 就好好念经 灵性 搞不了他 他就不会洗剩了 洗了剩之后 现在停不下来了 对 你听得懂了吗 嗯 还要吃药这一些 啊 辛苦了 现在他 生病通常 呃 对不起 生病吗 生病通常 上辈子玩女人 玩男人才多 哦 盈癒的人 肾脏都不好 所以你去看 肾脏不好的人 对盈癒都有关系的 所以一般上 呃 患上生病过后 他们也是要多念呃 大悲众 大悲众 增强能量 明白了吗 泡脚有用吗 什么 泡脚 泡脚当然有用了 好的 就让他拨泡脚 泡脚 啊 两个手搓肾脏 啊 用热水冲自己的肾 啊 很好的 嗯 就是 因为肾脏 肾脏基本上是缺水的 所以 肾脏不好的人 缺水 所以你去看好了 多喝水 对肾脏有好处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明白 嗯 师傅您您曾经呃就是在办公室这样呃 呃 签文件啊 p 这一些文稿 您您您可以买呃就是找一个那个热水袋啊 这是方方的 哦 装一点烧水 您就哦 用呃一块毛巾包起来 然后就呃 放在您的那个椅背上 啊 就暖暖的 蛮舒服的 可以减缓您长期就是在办公室 如果坐了太久可以减缓您的腰酸肺痛啊 但是我不停的动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最好的方法 把个暖水袋扎在腰上才好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就像扎 扎 扎一个 扎一个什么东西啊 扎在身上就好了 好了 傻姑娘 呃 所以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哦 呃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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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对 同修梦见哦 他去到一个呃 菜市场 然后跟一个女档子 呃 女档主说 就是一个女老板 很着急的跟他说 同修说 他已经拿到八四田中的东西 怎样才能拿到九四田中的东西 然后那个女档主就把同修送到一个呃 古代的印度皇宫 然后同修 就看见呃 呃 他变成一个印度女子 在一个跪 跪在一个印度皇帝的面前 然后就醒来了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呃 你要真正的反普归真 你要完全把自己身上的业障消除 你已经修到八十田中了 能够控制八十田中很多 不好的事情 把它削掉 好的东西把它保留住 那么九十田中 是阿摩罗斯 阿摩罗斯的话必须要干净 听不懂啊 所以阿摩罗斯 他已经完全是菩萨的心了 所以把它送到古代的 这个这个这个 让他看到自己过去 让他反普归真 那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始本性 好了 哦 明白 哦 然后 然后这位同修也是在观音伴那一天 就做了很多个全世的梦 然后其中一个梦境 就是说他梦见他在古代天界 是四大元素 元帅 四大元帅 元素呢 四大元素 元素啊 就是火啊 水啊 哦 这个啊 那个就档次低很多了 嗯 然后 然后 呃 同修就梦见他自己跟其中一个元素谈恋爱 谈恋爱过后就吵架 吵架之后就用各自的元素要伤害对方 哎呀 然后就其中一个元素就出来缓解 嗯 然后呃 梦境就醒来了 哦 你所以你讲讲这个一般人听不懂的 是不听得懂的 这个元素为什么呢 元素他本身实际上他任何的物质 微层就像一个小小的灵魂一样的 现在明白了吗 比方说啊 你有很多的小的灵魂形成一个大的灵魂 啊 你比方说鸡为什么杀300只才能变成个猪啊 因为他鸡每一次杀一次 他一个灵魂散灵 就跟一个另外一个灵魂再聚在一起 然后再杀一次他又大一点 再杀一次他的灵魂聚集更多一点 到了最后猪的灵魂就比 所以越大的动物越不能杀 听得懂了吗 他的灵魂越大 所以人更根本不能杀 所以人的灵魂 他已经超越了很多动物的灵魂 所以他本身他这个园灵已经形成了 所以杀人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业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元素 举个简单的意思 元素就是有一点点分子结构 它所合成的 一个微量元素 由微量元素再慢慢的加在合成在一起 再变成一个分子元素 分子结构 啊 就像很多人现在我们吃钙片 为什么加维大命D一样的 维大命D和钙质 放在一起 一个是补钙 一个不让钙质流失 维大命D是不让你钙质流失 但是为 这是钙片呢 它是让你不要 帮你补充你的钙质 现在明白了吗 这就是元素跟元素结婚 现在明白了吗 哦 元素 和人之间就是 会相生相克 对啊 你比方说 醋 啊 醋 你单单吃醋 酸不酸呢 牙齿都酸了 难受不难受了 对不对啊 但是你元素 那个醋跟糖结婚呢 就变成糖醋了 好吃不了 现在明白了吗 你还要我举例子 因为 因为我在梦境里面 宏修就感觉 这四大元素 如果他们打起来的话 会天崩地裂 对啊 水火无情啊 你说的 这个四大元素打起来 这个金墨水火土 打起来都不得了的 打起来都会动啊 好了 对对 如果他们团结起来 力量就很强 你说说看 醋跟糖打起来 你说 你说 你说天崩地裂了 你不要吃的牙酸的嘞 糖说我不跟你合作 不跟你放糖 你醋酸的嘞 好了 醋说 你要抽糖素 你就吃糖吧 甜的嘞 别吃巧克力了 感谢师傅的开始 早上梦见你了 太感恩了 好了 修得不好 请你原谅 再见啊 然后师傅还有一个 就是点小房子的 师傅您说过 小房子可以从下往上点 好像起 就是我们建造物质一样 这样子一排一排 建上去 同修想问一下 因为他遇到有几个状况 渡人都遇到几个状况 就是有一些同修 喜欢把整张小房子 转过来 从上往下点 道理上是 一样是从下往上点 但是他转过来了 这样子会有影响 那个小房子的质量吗 不可以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好的明白 只能往 由下往上点 而且不能转过来 好 就像很多人剃头一样的 你头发总要竖起来的 你剃头 你坐在那里 头发都摊下来 我把你倒过来 吊在那里 把你剃头好了 哈哈哈哈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好 我有很多例子的 你慢慢听吧 这个好 好明白 一讲就明白 明白意思 好了 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还有同修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点 是直上 还是说从左 到右 从右 再往左 这样子横着上 随便 只要我游下往上点 都随便 这个念念 那个念念都可以 哦 从下直直往上点 都行对吧 对 你念 先念礼佛也可以 像师父过去念小房子 我是 我是把那个小的经 容易的经先念掉 然后再念 心经 再念大悲咒 也可以的 哦 是的 有一位同修 他也是这么念的 对啊 你先把小的念掉 之后你有信心了 一张要差不多了嘛 百多遍就念好了 所以你直接很快就念完 对啊 短的先念掉 有什么不好啦 明白 感恩师父的开始 好了 好的 师父 师父 同修 还有一个梦境 他说他梦境 他杀死很多鳄鱼跟蛇 然后从他们的肚子 拿了很多鸡蛋出来 装了一男 请问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上辈子有杀验 哦 鸡蛋是什么意思呢 鸡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种人过去可能 在水边就专门鲨鱼的 而且鸡卵 鲨鱼鸡卵 非常不好 哦好的 好了好了 再见了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拜拜 感恩 喂你好 师父好 给师父请安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解答 第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 在修心灵法门之前 修了十几年的基督教 但是修心遇到瓶颈 感到无法进步 很多问题也想不通 去年参加了一场法会 很多问题突然想通了 也终于找到了 寻找多年的师父 和修心方向 决心一门精进 他也求了南京菩萨 就决定不去教会了 和教友之间也没有联系 恩 但是就是这个教会的主教呢 就一直通过email和电话 联系他 想和他见面 他都一一婉拒 这个主教甚至 突然造访到他家里 但是他就是躲避不见 但是这个主教还是不放弃 和他的家人联系 要上门拜访 总是想要了解原因 那么就是他 最近想到师父 曾经教导 做人要圆融 主教人也是很好 以前也是他的朋友 他这样屡次拒绝 不知道是否 不够通勤达理 请师父开示 没有啊 主教是男的女的了 整个是男的了 男的 男的 接触了 不要接触了 不要接是吧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既然已经 已经转了 那也就要 稍微要 要学会自己 要要我们说 这个 意念要坚强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像看病一样 我今天 我今天 我找到另外一个医生 我觉得更适合 这医生给我看病 那么过去那个医生 不停地打电话来找你 说你到我这里来看 对不对啊 那你也不一定 不要因为人家 这个医生 不停地来上门来看 那你就 应该就是说 我现在放弃 现在的医生了 明白了吗 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因为 因为现在 现在我们学博 是靠自愿的 不是靠拉的 拉人的 你看我们 心灵法门 一千万人 师父什么时候拉过 你说我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去拉过 拉过人啊 随缘的 全部随缘的 对不对啊 是的 好的东西 大家都会来 好了 我讲我的 我没说其他的 从教好坏 我就说 心灵法门就是好 就是好 嗯 好了 师父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女儿 还是去教会 所以呢 有的时候他要去接他女儿 他也不进这个教堂 但是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 佛友啊 然后也遇到过 好像遇到过一次 这个主教 然后 对 教友对 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他们说 因为他也不想跟他们说原因 就是打招呼 但是他们就好像老是想了解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比较好 很简单 其实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现在需要静安静 我现在需要静 静思 静思 静思嘛 什么宗教都是同意的呀 佛教来讲嘛 就是像闭关一样 嗯 像他跟他说 我们现在 我现在 现在对 对宗教正在研究当中 就这么可以了 我现在在研究各种宗教嘛 他也不会 因为他为什么不停的来找他妈妈 其实因为他女儿的关系 因为他看到女儿就想起妈妈 如果女儿也不修的话 他绝对不会来找他妈的 听不懂啊 嗯 嗯 对 所以就比较难 那但是不要跟 呃 就是他们这些教友说 修什么法门都不要去 对啊 对啊 你修了之后怕人家造口验啊 嗯 对不对啊 好的明白 还有女儿 女儿是很小 那么我 如果她没有这个概念 她完全可以跟妈妈修 如果女儿已经比较大了 有自己的个性了 那就随缘吧 嗯 好吧 嗯 好的好的 嗯 师父感恩您 再请师父解一个梦 呃 就是这个梦呢 是我自己做的 呃 星期五晚上我梦到呢 跟很多人一起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老有少 大家分组排列 很整齐的坐在那里 就听说有人做了坏事 于是呢 就要这一组一组的人 也陪她一起去死 好像是枪毙还是什么的 但是感觉上气氛不是太恐怖 很多人好像是自愿去了 我当时看到那些座位空了 感觉很震惊又很害怕 就想为什么我们要陪她死呢 轮到我们这一组的时候 就有人对我说 你可以选择去还是不去 那我当然不去了 我记得我走出房间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轻松 我跑到外面去告诉 在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 我说大家可以不要去陪死的 可以选择走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就坐下来 这时我发现坐在我周围的人 呃 有我的同事和几个朋友 很奇怪的是 每个人都带着和我一样的红色的技术器 闭着眼睛在念经 还有一个澳洲的同事 我在想他们怎么都念经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真是不可置信 后来就醒了 请师父结梦 这个梦还不知道 这个梦就是说 现在这个末法时期 很多人正在作死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问你 抽烟喝酒 整天吸毒 整天迷惑自己 颠倒昏日子 是不是在往死亡里走了 你看留下来的 是不是都拿着技术器的了 嗯 这还不知道啊 好了 嗯 讲都不要讲的 学佛的人现在就是在活 天天在 混日子的就是在找死 天天一天过了 是不是离死亡 每一天接近了 而我们在救人 我们在度人 我们的境界在往上升 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呀 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明白 嗯 感谢师傅 还有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 如果是新买的房子 卧室的橱柜上有镜子 是否一定要把橱门给拆了 可不可以装个红色的绒布帘子拉上 这样是否可挡住理性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解决 第一 有镜子的话 可以把它拆下来反过来 放上去拉 哦 就朝里面也可以 啊 朝里面就可以了嘛 还有这样的话 连红布帘子都不要 如果你 还有一个方法 你装个红布帘子都可以的 用不着拆掉的 拆掉算什么 把玻璃反过来 两个滑轮嘛 反过来不就拉了吗 好了 哦 我本来想要把这个橱门换掉 不要不要 那还请人来换 比较麻烦 你自己 自己把它往上一提 拿出来 玻璃 往里边 然后 对着上面的滑轮 往上一提 下面一放到 这个槽里边 就可以了嘛 哦 明白 感恩师傅 非常感恩 还有就是说 如果家里 供的那个 观地菩萨 观平菩萨 和周昌菩萨 一般是 不是像观音堂 那个瓷像的 它是在一个镜框中的 这样的情况下 是要供一杯水 还是供三杯水 一杯水 三杯水 水源 都可以 都可以啊 那没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跑步机上 跑步是否可以变念经 因为跑步的时候会出汗 这样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 没有 没有问题 继续可以念经 一定可以念经 好吧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我的问题问完了 师傅再见 再见 再见 这些孩子可能都是 北美打过来 他们真的 哈喽 你好 卢台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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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我一个梦境 我上次 放生的时候 当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境 有一尊很大很大的 观世音菩萨 是石头的那种 很大尊的 在水上 然后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 有好几条黑鱼围绕着 我不懂这什么意思 你梦境菩萨是好的 眼睛动不动啊 不动的是吧 就是石头是吧 动不动的 不动的 它就是一尊石头那种 那我问你 黑鱼动不动啊 也不动啊 也不动 就是石头 就是观世音菩萨 头上有黑鱼是吧 对 头顶上 那你要注意的 你的外环境非常不好 所以你学佛 环境非常不好 因为我的外环境 都是冻土的 都在盖房子 看见了不然 所以你要当心了 要多念大悲咒 多念大悲咒 哎呦 我天天念 家里还收音机 也天天好 这就可以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你能不能看 我家佛台好吗 今天不看土腾的 不看啊 你家佛台漫房的 佛台蛮好 是吗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来一天 我真的要拜您为师了 谢谢你 我现在一个徒弟都没有 你是第一个 太好了 好 我很想拜您为师 是吧 对 我已经找住许愿 吃全素了 我好开心啊 终于有一个 人要拜我做师傅了 哎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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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喜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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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再见再见 那我这次为什么放生 放了这一次的 观音出家日 我大放生 为什么我就没有 梦见到鱼呢 这个 不一定你放生 就要梦见鱼的 明白吗 因为我前几次 每次放生 都有梦见 这个放了多了 他就梦不见了 好吗 哦 这样子 恭喜你 恭喜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师傅 谢谢 再见 再见 OK 好 拜拜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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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纸 师傅 今天第一个问题 师傅曾经开始过 我们要永不 永不欺美 永不欺美啊 这和执着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执着 执着跟去内 两个概念 去内是什么 碰到挫折了 碰到挫折了 这个人呢 就有点懈怠了 这叫去内 对不对啊 执着是什么 执着是对某一件事情 自己以为对的 但是明明这件事情是错的 你还要去做 人家告诉你是错的 你还要去做 很多男人去做一件事情 老婆说 不要做了 不可能的 他还要去做 自己执着 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 他赌博是合法的 你叫他去赌博 不要赌了 你不可能赢的 不可能赢的 我没赢过啊 我倒是赢过了 那就执着了 明白了吗 执着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持续开始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 我们要怎样努力 才能更快的放下 让自己的第八意识干净了 尽快放下 就是在第六感觉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好的 看成正能量的 那么进入你的意识当中 就是正能量了 然后再经过自己第七意识的 不断的升华 那么进入阿赖意识的时候 你就比较干净了 明白了吗 现在的人 这个简单的意思 我的感应 我心中觉得 我今天碰到这个人 可能不会很好 但是你一看他 你马上就感情 你看果然吧 不是很好 你已经把它定位了 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感应定位 那么引导着你第七意识的成熟 第七意识成熟之后 你慢慢时间长了 你会形成个概念 这个概念进入第八意识 你就不容易去掉了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 就是我早上想起 不是最近帮同修招聘一个员工吗 就是我们现在招聘员工的时候 怎么现在就看他们的面相了 找到 找到不好的 我们直接就不想要他了 因为师傅说过 这个人的脸就代表一个人的修 修为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一个坏脸的话 你说能是好人吗 但是呢 唯一不完全肯定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 这个人本来是好人 他的脸相蛮好 但是他正在学坏当中 脸相还没完全变过去 因为脸相变有一两年的过程 明白了吗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 现在越变越坏的时候 他脸相还是比较好 但是他心已经开始坏了 但是他脸相还没有完全变坏的时候 这个你就看不出来 还有一个 这个人本来很坏 现在越来越变成好人了 但是他在这个变好人的当中 他还没有脸相 完全变成一个好人 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有些 我们会有些误判 就是这两种人 一般的不会错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看人还是很重要 他的像好 光明以庄严 是这样 一个人菩萨的像好 光明以庄严 你这个人脸都不光明 你怎么会庄严呢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词为开设 那师父 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越有道德的人 智慧就越多吗 那当然了 有道德的人 就是代表他的智慧聪盈 一个人有道德 能够对得起别人 做善德 做善事 帮助别人 做人讲究道德 这个人 他当然就会有智慧了 你说他看 任何一个人文化水准越高 他道德水准越高 同样的就会延伸出他的智慧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是的 谢谢师父的 我问你一句话 一个教授 一个教授智慧高 还是一个普通人智慧高 教授智慧高 有文化的呀 明白了吗 是的 对对对 师父您这样一说 就像一个地区 越是他那个经济文化水准越 就是水平越高 他的精神生活水平就带动的发展起来了 而且他信和的也越来越多 对呀 所以你看很多很多发达的国家 他的宗教非常兴旺的 三部一个教授 五部一个教授 他们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是的 是的 确实是 对对对 好 谢谢师父的 这里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天生缺气缺血的 皮肤安滑 应如何调补呢 以缺气缺血的 缺气的话呢 要多睡觉 少说话 少说话 还有很多人呢 连在卫生间 这时候都要讲话 其实呢 卫生间的时候都不能讲话 都会漏气的 因为下泻的时候 上不能泻的 你在小便的时候 你一讲话 你就上面下面一起漏气 哦 对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气场第一要保护住 第二 怎么样补气呢 补气第一 靠人为的补 不停的深呼吸 用鼻子吸 往里面吸得很深 然后慢慢的往外吐 叫吐故纳心嘛 所以经常能够 深呼吸的人 他这个人气场就比较足 你看气短的人 他讲话都讲不通 你看啊 对不对啊 你看跟台长打电话 很多人以外 师傅 他气短的人 他思维都不正啊 大脑缺氧啊 大脑缺氧 思维不正啊 脑子搞不清楚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听懂了 还有你说 还有你说的皮肤是吧 那缺血 他说缺血的 是不靠 缺血吗 补那个菠菜啊 缺血的人 血是怎么来的 血是干呀 干要好呀 干脏好 血才会 干脏是 血液是由 干脏机器造出来的呀 所以干不好的人 血液就不好呀 那补血的人 应该怎么补呢 红枣啊 大豆啊 红枣啊 那种 那种 刺痘啊 其实你看看看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补呢 实际上 它补进去之后 是补你的肾 补你的肝 肝和肾在一起 肾脏不好 影响肝脏 肝脏不好 影响肾脏 如果你肝脏好 如果你肝脏好的话 你的血气就旺 如果肝气旺 你血就好 就是这样的呀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替巴安黄呢 他说 替巴安黄 干不好呀 你想想看 每天早上 爬不起来的人 干会好吗 干不好的人 就是每天早上 浑身酸痛啊 爬不起来啊 哦 明白了 干虚啊 那师傅 那师傅您 哦 师傅 那师傅您以前说过 不是说六位帝皇丸很好 那是不是这个广大男同学 可以长期吃着这种 六位帝皇丸 吃六颗 不要吃八颗 八颗太厉害了 哦 一天吃六颗就行 六碗就行 因为他规定是 他叫你吃八颗 八颗是胜脏已经不好的人 如果你胜脏还好的话 你不要补得太厉害 尤其像我们现在的男同修 因为他是补肾 补肾是壮阳的嘛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 吃这么多的话 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师傅讲的都是实话 大实话 所以不能吃这么多 吃个六颗啦 五颗啦 长期的这么慢慢的补 你的肾脏会慢慢的补气足 就很好 其实你知道吗 中药也好 西药也好 实际上药都是在那里的 你说药剂师 他不是医生 他跟医生有什么区别 他就不知道 怎么样吃多吃少 你看过去的草药 那个本草纲目 李时针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因为他知道用药的分量呀 所以很多人 念经都是 精神都是好的 念多少呢 很多人念礼服 念的好了 念的自己 好了都下去了 还不清啊 明白了吗 是的 分量是最重要的 人生再好 你吃了再多 你要流鼻血的 这不懂啊 那是的 是的 确实 一个好医生们 就是靠分量控制的呀 比方说你脑子里 想一个好事 你没有做出来 那你也 不算一个好人呐 对不对呀 只是四位当中好人 对 你一个人想做些坏事 你没做出来 警察会抓你了 因为你分量不到啊 你脑子里动了坏脑 你想偷东西 然后你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你分量到了 好了超过这个分量了 你抓起来 你是坏人 现在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为开始 师傅 您最近开始过 就是颜色发青的水果少供吗 那你上有些那个 就是说芒果 有些发青 它这样可以共复杀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了 我指的发青的就是这个水果永远清的就不行 你比方说开始清的清到后来变成红的了 它这个发展过程就没关系 但是你有的水果供上去清的到拿下来三个礼拜还是清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谢谢师傅的 师傅 您就是说是有些同学不是梦到有些菩萨 或者是您的法山给某些统修法器吗 他们有这样给他法器有什么语意吗 有什么含义吗 很简单了 他以后他以后要骂坏人 坏人就会怕的 你就看有些工修 工修组的负责人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不要看他一个女的 他一讲别人 这个那个人家就看见他就怕呀 他身上有法器的呀 只是 只是有一个问题的 他没有法器 他怎么会手一指 人家就不敢动了 你开玩笑了 这是师傅 这是你今天不讲的话 我不能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他们更牛了 我偷偷的给他们法器的呀 所以他们管工修组 才管得老老实实的呀 否则的话 你哪个时候指指人家 你看谁听你的 听你小理智的 是的 那师傅 当时有一个同学 不是菩萨对他的法器吗 那个菩萨对他说是 说菩萨对他说 你现在的功德还驾驭不了这个法器 请师傅开始一下 没有这个德去拿这个法器 听不懂啊 比方说 菩萨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珍宝 你还没有这个德去接受它 就是说 名不服食呀 人家给你一个奖状 你没做什么 你拿什么 还得好得广受功德呢 师傅 对呀 那你看 他说是有一个同学 梦到师傅的法身 给佛友身上种了一朵莲花 那这朵莲花有什么作用呢 种上去嘛 就不是跟弟子 收弟子的时候 种不是一样道理吗 因为这孩子 因为这孩子好了 因为这孩子 虽然没拜师 但是这个孩子 已经得到了拥有莲花的资格了 那就给他种上去了 哎呀 真是 这个同学真的是修得好啊 好的 那好 谢谢师傅的 可以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般而言 报的夜报 应期是50年左右 为什么前 为什么前是30岁 到的眼睛是30岁左右受报呢 应该前是某一段 某一段时间 死掉或重伤 今次也会在这个年龄有大结 嗯 这是什么原因呢 师傅 这很简单啊 因为你上辈子这个业 很大 你虽然你死掉的时候 给你爆掉一些了 只是爆掉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没有 爆到你心灵上的 精神上的东西啊 所以你到了这个 你去年30岁 成绩把人家杀死了 好 那到了 到了40岁左右 啊 比方说35岁左右 被你枪毙判刑了 死掉了 对不对 那么你这辈子 让你投人 投了一个比上辈子很苦的人 好 那么这个时候 等到30岁的时候 你虽然已经受过报应了 但是你 上辈子的烙印 还是在你今年30岁身上 你还会受保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再举个简单例子 再举个简单例子 你这个腿 曾经摔伤过 摔伤过之后 你不是治好了吗 对不对啊 但是你 一走到重的时候 一爬楼梯 或者一再摔一跤的话 到了这个时候 30年的时候 再摔一跤的话 你是不是腿 老病复发 好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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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的 此理开始 那师傅 让您开始 我这个陶瓷菩萨 这样能够储存能量 这里的能量 是指的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呢 师傅 陶瓷能量嘛 实际上只要 菩萨有个形象的话嘛 他这个 就是菩萨的光会进去啊 光他要有一个 储存光的地方了呀 取个简单例子 你看我们的日光灯 在房间里 为什么就能储存呢 你弄到阳光下 你还有光亮吗 哦 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我是这样啊 那菩萨 菩萨如果像我们的房子 这么大 那里边 你把佛光存在里边 那么才能储存在 这个菩萨的像里边呀 明白了吗 好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 那师傅 那师傅 就供奉陶瓷菩萨 就是 就是他这种能量 只要陶瓷菩萨在家里 这个能量就一直在家里 是这样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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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烧香吧 因为有能量 菩萨就能来呀 你没有能量 菩萨不来呀 对不对呀 能量是什么呢 能量是场了 能量场 什么叫道场了 道场就是能量场呀 有能量场的话 菩萨当然到自己家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实力开示 那师傅 你看 呃 他是有一个同修 他是梦到一一条红线 困 困着他的一只手腕 他还在想 是不是代表月老给他签姻缘了呢 一条红线 捆住他了什么 捆住他一只手腕 捆住他一只手腕 问题 问题捆住他另外一 捆住另外一个人的手腕了不了 没有呀 没有没有 那牵什么红线了 哦 那在讲什么意思呢 是吧 他就做梦做到一条红线 牵着他的手腕是不是了 对对对对 这个有什么大意思了 这个 这个本身并不代表他签红线 也并不代表他的手什么的 像一般的手上有义务啊 或者有什么东西啊 至少说有人给你关照吧 应该也算好的 不算差的东西 也算好的 但是规定是红线 那师傅 你那个老伯伯八十岁了 说做个梦 手上签个红线 又要结婚了 谢谢 师傅 那我接着完 师傅 这个我们在您讲 月老签红线 那这个月老签红线是什么 从这个方法上去 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呢 因为婚姻是缘分啊 那缘分就是前世的缘分 还需要月老 所谓的签红线吗 师傅 月光菩萨 月光菩萨在天上 是专门 帮助人家成全姻缘 现在明白了不了 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 我就讲给你听了 月光菩萨 还是日光菩萨 这两个菩萨 就是要师傅左右的两边 两位菩萨呀 哦 我还以为你今天会问我 要师傅今天的生日啊 你怎么没问他 就是今天是要师流离 光如来的圣诞 你怎么不问我了 有什么说法 师傅您今天是要师佛圣诞 您开设几句吧 为广大听众 要我问的啊 我问了不是起来 要你问的 要师佛 要师佛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只能这么简单的讲了 他叫琉璃光如来 如来就是一个佛 对对对 他是琉璃光 琉璃光主要在哪里呢 在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 他这个净土啊 东方琉璃世界这个净土啊 其实跟西方极乐净土啊 都差不多的 主要是非常的壮严 也是七宝所成的 七宝石啊 八公特水啊 有车居啊 琉璃玻璃啊 这种世界 非常干净 他上面没有恶的 没有恶行 恶的那种世界 所有的人呢 带来恶念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呢 一般的呢 就是分成三种嘛 因为在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佛陀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 然后东方近流离世界呢 是要是佛的世界 明白了吗 还有我们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讲阿弥陀佛的世界 阿弥陀佛 所以你要学 其实你要是 你问什么 你讲啊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月光菩萨 就是为了承求 就是说是承求人间的这些 人间的美好的因缘 对啊 缘分 因为东方流离世界 他离人间非常近啊 而且他也辅助那个娑婆世界的呀 那师父 你像这个月光菩萨 如何成就我们这种好的因缘 还是通过我们念经许愿放生 那当然了 他是当方善良的人的呀 日光菩萨 你看看看 要是佛 他边上两位辅佐他的菩萨 一边站的是个日光菩萨 一边上站的那个是月光菩萨 你看你看 阿弥陀佛这个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一边站的是观世音菩萨 一边站的是大师子菩萨 对不对啊 你看那个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 你们没有注意啊 他边上也有两位辅佐的 一个是迦瑟 一个是阿难 两位尊者 他站在释迦牟尼佛边上啊 明白了 要学的 你们很多东西要学的 否则人家问你 什么都讲不出来 你们怎么称卢太长弟子啊 那是 那师父 其实 怎么对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 一些同修想求一段善的姻缘 其实念大吉祥神咒 大吉祥天女神咒 月光菩萨也会来帮忙 是这样吗 师父 你很有智慧 其实 其实念大吉祥天女神咒的话 月光菩萨就知道 月光菩萨也知道 哎呀 太好了 你以为谈恋爱就晚上谈的 你白天不谈的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设 师父 您不是看 您不是看出 看到有些同修 不是做了很多工作 不是外环境很差吗 这个外环境差 除了念姐姐之后 还怎样改善外环境呢 外环境很差 除了念姐姐之后 还有念心经 还有给自己 要有一个 很好的环境 那么就是我们说 要念消灾 吉祥神咒 实际上消灾 吉祥神咒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消掉你的灾 实际上就是让你环境 变得越来越好呀 顺利呀 好了 这样 好 谢谢师父 此理开设 师父 就是对师父骂能消益 我们被骂的时候 应该吃什么心态 是骂了 是被骂了不走心 觉得骂的是我们的毛病 乱习惯 左耳进右耳出 心无挂碍 还是应该骂的时候 心里难过 哭哭啼啼 心里自责忏悔呢 就是否开始一下 不叫骂 叫着急 叫指责 叫帮助 因为 记住了 师父讲你们 就是指出你们身上的毛病 指出身上的毛病呢 首先呢 要有忏悔心 忏悔 忏悔说自己不好了 你看我又犯错了 这种忏悔心一来 师父又能感应到 护法神能感应到 他很快就消业了 听得懂吗 所以师父讲这个人不好 他要自责心 要有忏悔心 他很快消业 消完业之后 如果还有心中有芥蒂的话 那就要想到 师父是为我好 明白吗 因为 自责和忏悔之后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你会带有一种忧郁的心 就觉得 我会不会师父以后不要我了 会不会师父以后离开 离开我不要我了 你 你要有 你如果有这种心的话 说明你这个忏悔不够圆满 你想想看 忏悔就是什么 把自己 忏起前沿 毁其后过 对不对 你把自己这个 冤 冤结 把它毁掉了 把它忏悔掉了之后 你已经把它毁掉了之后 你想想看 师父 如果你知道 师父是菩萨的话 你 师父还会不会 追究你的这个责任呢 对不对 你心中 你心中要有圆满心 自身的圆满 自我的圆满 和自足的圆满 这种三圆满 在你心中 就会形成一朵莲花 三个半 莲花半 所以这些东西 你 你说你为什么 师父特别喜欢你问呢 你这个问得很深啊 所以师父 也愿意解答 所以很多人 从你问的问题 节目当中 得到了很多启迪 所以你也是有功德无量啊 所以小李 你自己要知道 也不容易啊 对不对啊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 好了 听懂了吗 那师父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比如说 你看我们平常遇到 不是梦到亡人吗 我们一旦梦到了亡人 不写亡人的名字 这些就是烧自己的药精者 这样亡人能收到吗 没听懂 就是说梦到 他突然梦到亡人了 有一天晚上 第二天 马上写自己名字的药精者 这样 这个梦里的亡人 能直接拿到吗 那当然能拿到了 他已经能够到你梦里来 说明他弟父 已经同意他来拿了 所以很多人 做梦做到亡人 他不念 第二天就生病了呀 他直接 他直接写自己名字的药精者 一般说多少张 就一旦梦到亡人 梦到亡人 写亡人名字呀 为什么还 还遮遮掩掩掩了 他不认识的 不认识的 因为这个亡人 他不认识 那马上写他的药精 怎么就可以拿掉了 对方 就可以了 一定是他第一个拿 对方第一个拿 第一个拿 那师父一般梦到亡人 多少张小房子为一呢 一般梦到的话 梦到亡人 一般的 直接找你的话 二十一张 如果你感觉上 二十一张 这么个事情 七张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师父的 直接开始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我们要燃乳 燃乳能消我们的业 请问师父 如果燃乳的时候 心中起了恨念 但是克制住了 没有行动 这样会有因果吗 还能消业吗 有啊 在你八十年中进去的呀 当然有因果了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恨人家的话 你恨在心里 要发芽的 仇恨入心要发芽 这还不懂啊 嗯嗯 仇恨的话 一定会发芽的呀 会有种子的呀 种下去了之后 一定会有报仇的呀 这还不懂啊 所以学国人 不能害人家的呀 否则的话 你会报仇的呀 那师父 如果看的话 如果有那种恨心 不要超过十秒 所以我马上忏悔 就可以了 十秒 讲老师话 你就是有恨心 五分钟你能够忏悔 也没了 也没了 十秒钟是最好了 十秒钟 哎呀 师父 这个意念好难控制啊 师父 就是我们 他们骂我们 我们不去动 但是我们心里 就觉得气啊 师父 去的话 你赶快去 就把它削掉呀 比方说 他骂你的时候 你生气 但是骂完了之后 你想想 这个人 这种人 这个不羞的话 他这么骂人 他以后造业 他以后很苦的 他要下地狱的 你就这么想啊 没什么 这个 你这样想的话 你容易消掉自己的气啊 你要下地狱 你不想下 那你就不要骂人了 很简单了 听到了 那师父 如果前世不欠这个人的 被他骂了 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 听不懂 什么意思啊 就是前世不欠这个人的 但是被他骂了 也消我们骂人的业吗 当然了 你肯定你有过骂人的 报应 对 就是你要知道 你年轻的时候骂过别人 但是呢 他反馈给你的报应 并不是这个人来骂你 是通过其他人来骂你 也是一种消业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直接开始 师父就会听节目理解 问有火有放生 好多鱼 投人了 请问师父 鱼能够投人 与放生的人 有关系吗 师父 当然有关系了 放生的人念经啊 放生的有菩萨加持啊 那些鱼也受到加持啊 否则的鱼 很难马上投人的 明白了吗 鱼投人 也是投了很多很差的地方的呀 很苦的啊 很多鱼民啊 真的 所以你看很多打鱼的人 他长得像鱼啊 很多你看养羊的人 自己的眼睛像羊一样的牧羊人 很多人养牛的 讲起话来跟牛叫一样的 是 师父您说的太对了 那个我们那个菜类厂上 那个女的卖鱼的 我看越看他 越长得像鱼啊 他就知道 绝对的 我告诉你 我不讲你们都不知道 我一讲你们就吓一跳 就是这样的 你还没看呢 你去看看那种 在动物园里饲养员呢 你去看看像什么动物 你一看就知道了 你不知道我讲的 他因为他是过去 比方说养鸡的 他是鸡王 他就能挂住这么多的鸡 他是领头鸡 听得懂吗 你去看很多养鸡的 讲起话来就像鸡一样 这个鸡就是不听话了 他就好像鸡叫一模一样的 那师父 那你只要讲的这个鸡王 鸡王就是这个人 就这个人 他就把这个鸡杀了 那他有什么 他作为鸡王 他还把这些鸡杀了 有什么 那很简单 只有他来管那些 他才管得住啊 你比方说 你说的鸡王的话 他因为已经做人了 所以他才能管住这些鸡 因为这些鸡看得出 他上辈子是他的鸡王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就是那些鸡很听他的话 所以很多羊 羊领头羊 比方说这个牧羊人 他曾经就是一个领头羊 所以羊全部认识他 感觉是他的气场 所以羊群就听他的话 听他懂了吗 听他的话 就这样 那他再把他们这些羊卖了杀了 那他岂不是最业更多呢 是啊 他又造业 所以他在变羊 在搞 因为领头羊的话 为什么他能投人呢 他好几世啊 而且他领头羊 他会替其他的羊群吃很多的苦啊 所以他投人了 投人之后他再管羊 他就把羊杀了 那么他又变成了羊了 现在明白了吧 哦 这叫轮回啊 我这怎么叫轮回了 轮回啊 师傅您说的这个问题 确实有 很对 我们这边有一个女蛇王 她上面养蛇 人家说 这个蛇不是一般人能养了的 而她养的蛇 就是啊 要的规模好大 就是 一看他就一个蛇养之类 蛇精 所以女人 所以台长说 全国的人 我们 所以台长对我们 对我们很多小朋友要求很高 女人走路 恶行压迫 这种女人都是属于不行的 啊 这些都是属于 属于这个作风不正啊 用现代话叫作风不正 实际上 就是前世是很多是 这种 比较风骚的动物投胎的 这女人走路要干净的 要直走的 不能恶行压迫的 你去看看恶行压迫 这种女人 能几个干好 好事的了 哦 是的 好了 只能讲到这里了 不是我说这种事情只能讲到这里 不是说跟你讲到这里 明白了 师傅我问 就是我们买瓶纯净水共菩萨 放生的时候带去 放生之前给鱼 就是浇点大杯做水 这样对鱼 会有更好的加持效果吗 是不是这样的鱼 更容易投到一个大些的动物呢 其实这个事情呢 浇点水呢 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效果 但是你这个心已经到了 菩萨 护法神 如果他们加持的话 这些鱼就会活得很好 所以你这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如果用的话 我觉得你是功德无量 很多人如果用的话 你会很大的功德的 我觉得这个是你 所以师父都应该非常感叹 你也是在这方面很有智慧 好了 就是放点大杯做水 是师父老师吧 比方说 他在一个坛子里 还没抓出来之前 你给他 这个大杯 所以因为念过经的 给他倒进去之后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心已经 又菩萨的那个佛心 已经进入了这些鱼里面了 所以这个鱼会活蹦乱跳的 他们会感受到菩萨大碑的 大慈大碑的气场的 这绝对的 绝对是的 是的 谢谢师父的 师父有一种说法 朝时间盯着油灯看 会伤自己的功德 这种说法对吗 师父 谁说的 你叫他赞助来 有个同学问我 我觉得不对 同学什么都想得出来的 这个长时间盯着油灯看 只有一个坏处 那就是对眼 斗鸡眼 油灯里面有菩萨 你看见油灯 像看见菩萨一样 有什么不好 不傻了 但是也没有人专门去年纪 去订做油灯看了 师父快到点了吗 师父 已经到点了 好的 师父今天问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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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们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们收听 希望大家从节目当中受益 好好的学佛修心 这个人间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只有好好的学 我们才会懂得 好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 听众只能星期二再打了 好 广告之后再见 再见 再见